这是可以穿越两个世界的古遗迹高塔 为了回到地球 爱丽丝一群人冒险潜入高塔 可依旧还是被驻守高塔的火龙发现 大战一触即发 时间回到一天前 爱丽丝拖着生死不明的小甲 走在茫茫沙漠中 眼看着沙尘暴即将袭来 爱丽丝不得不原地扎营 看着小甲伤势越来越严重 她只能利用现有的设备死马当火马医 爱丽丝将设备一把扎进了小甲的胸口 到了第二天 小甲竟然真的神奇的清醒了过来 两人继续赶路 终于来到了沙漠当中的一片宇宙 这里生存着一群草食动物的贝甲龙 爱丽丝刚想过去喝水 茜沙龙从沙地里钻了出来 小甲好似早有准备 一个浪费力气的转身 一刀砍下了茜沙龙的头颅 这下子水源和食物都有了 美滋滋的饱餐了一顿后 到了晚上正在休息的 他们被动静惊醒 接着看到了远处火光通天 最近无数的贝甲龙开始逃窜 就在他们马上要被踩成肉泥的时候 一道人影从天而降 他使出了一道战士专属技能烈火剑法 关键时候救下了爱丽丝 爱丽丝当然不能认输了 他拿出了他的附魔武器 杨炎 双手这么一拍 两个人开始转起了圈圈 小甲这边就比较苦逼了 被惊慌的贝甲龙逼到了悬崖边上 也看着无处可逃了 这次从天而降的是一个嘴里 看着阿发阿发的脑 他及时的拉住了小甲 随即无数铁甲龙掉落进悬崖 危机解除后爱丽丝刚准备表示感谢 这个粗广的男人羞涩一笑 惊醒过来的爱丽丝发现被关进了囚牢里 他也意识到这些人原来都是小甲的同伴 可是小甲对于他的求助视若无睹 求人不如求机 爱丽丝砸断了牢房的地索 来到了厨房的爱丽丝刚想拿把菜刀防身 一只可爱的小猫咪突然蹦了出来 爱丽丝猛逼了 还好小甲及时出现拉走了他 他带爱丽丝找到船长 船长一口流利的英语跟爱丽丝解释 是他误会了 船长告诉爱丽丝 这里跟地球是两个平行的世界 很久之前就有地球的人类无意中穿越过来 他也是那时候学会了地球的语言 爱丽丝继问他为什么会穿越过来 船长告诉了他的猜测 这一切都是源自远处的这座高塔 这是一个古文明未知的遗迹 而高塔开启两个世界的大门 曾经给他们的世界带来过灾难 所以这一次他和同伴就是过来调查 尝试彻底的关闭高塔的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怪物 火龙常连驻守高塔 火龙几乎是不可能被杀死的存在 他的弱点只有在喷火前一个才会显露 为了回到地球 爱丽丝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第二天小猫咪给了爱丽丝一个飞吻后 一行人出发来到了高塔 爱丽丝也看到了在雷电的驱使下 若隐若现的两个世界的入口 刚走到石碑附近 经验丰富的船长发现了火龙的踪迹 他命令队伍四散开来警戒 火龙不出所料的从天空中落了下来 霸系的船长直接引了上去 再次一气烈火箭发 可是霸系还没有一秒 就被火龙喷出的火焰逼怂 急忙的退回到石碑后 脚下一箭射出 利用爆炸掩护着爱丽丝成功避进火龙 一套行云流水般的动作后 爱丽丝击伤了火龙 与此同时石碑也在闪电的作用下被激活 老兄成功的火龙朝着爱丽丝喷出一口火焰 爱丽丝在火焰的冲击下掉进了悬崖 幸运的是两个世界的大门刚好在此时被开启 爱丽丝掉入到了通道内 成功的回到了地球 一直在搜救的队友也及时发现了它 爱丽丝刚被抬上飞机 天空中电闪为鸣 紧接着火龙的身影在风暴中出现 火龙追着爱丽丝也来到了地球 运输机被火龙一口咬断 路远处的装甲车见状立马还击 可是在火龙喷射的火焰下 一秒钟都没有坚持住 重型坦克加入了战场 还没来得及开火就被火龙直接掀开了 驾驶员也变成了火龙的小灵石 两艘战斗机紧随起后 火龙也没让他们失望 一口火焰喷射之下击毁元王 随毁完一切的火龙回到地面 幕后和火焰熏告着他的无敌 爱丽丝不服气了 他飞快地朝着火龙跑去 利用牵引绳挂住火龙的翅膀 利用附魔武器激怒火龙后 等待着火龙分出火焰的时刻 将早已准备的高爆弹精准地射入火龙的嘴里 高爆弹在火龙身体里引爆 火龙终于被破防了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当爱丽丝觉得终于打败了火龙时 火龙再次怒吼着站了起来 危险再度逼近 直见他的箭矢上网着炸药 精准地命中了火龙的伤口 伴随着不甘地哀嚎 无敌的火龙这次彻底地倒下了 不远处船长也穿越来到了地球 他直接把小小的屠龙刀递给爱丽丝 告诉他危机还没有解除 两个世界的入口回一的没有关闭 最强王者黑石龙头 新的战斗 新的副本 即将开启